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昨日结束 经资格审查之后 当局今个月底会刊献公布有效的候选人名单 自审会主席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 会由参照人的言行、文章和著作等等 多方面衡量他们是否真诚爱国者 负责提名选出行政长官和40个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 一共有1,500席 当局收到1,056份提名 其中23个分组参选人数等于职位数目 或者会自动当选 剩下的13组出现竞争 可能要在下个月19号投票选出 新选举制度之下 参选人要通过资格审查 自审会主席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接受中通社访问 说审视参选人资格要符合真诚拥护基本法 和真诚效忠特区的两个标准 又说会从他的言行、文章和著作等等 考虑他是否真诚爱国者 也都会判断是真心还是假意 对于外界关注 选举会不会清一色 李家超说政治立场不是主要考虑 只要参选人不违反基本法 不伤害香港利益 即使是相反意见或者批评 对政府有建设性都会聆听 他又说中央早前完善本港选举制度 有制定港区国安法这个组合权 已经掃除一部分施政障碍 他认为内部都需要掃除一些障碍 另外为了确保立法会选举投票日有足够人手 选举事务处说政府已经接纳建议 各个部门需要提供足够和合适的人出任选举工作人员 今个月初选举事务处已经致陷邀请部门首长提名人选 获提名的公务员如果没有合理解释 拒绝出任选举工作人员 或者在投票日当日在未经许可之下缺席 当局会根据公务员纪律机制 按每中个案实际情况更进 无线电视机者 刘俊玉报道